出汗是身体进行星辰代谢的一种表现 运动过后,身体需要通过排汗散热 由此达到内外温度的平衡 与此同时,排汗也是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的一种方式 但不是所有的排汗都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比如说有一些部位出汗 可能就不是身体健康的表现 而是中风即将来临前的征兆 身体三个部位出汗 暗示中风可能到来 别不当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. 头部出汗 1. 头部出汗 2. 头部出汗 。 头部出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能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当人物处在某个紧张的环境下额头会有大量的汗珠冒出来 其实这是精神性发汗所致并非真正的身体想要出汗 与此相同的是如果在某些时候头部出汗过多 即使在安静状态下感觉自己的头发是湿的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了很可能是头部的血管不好 要么被堵住了要么出血了 由此导致脑部的血管代谢出了问题 最终又发了头部出汗 并且这个时候如果伴随有头晕头痛等症状 最好尽早去查一下头部的影像资料 看看是否有中风的可能 2. 颈厚不出汗 2. 颈厚不出汗 4. 颈厚不出汗 脖子出汗是身体散热的一种表现,特别是在运动过后,出汗的症状会非常明显,但是如果没有运动,也没有出现低血糖,就表现出大汗出汗的情况,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。 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脑部的血液供应异常,如果是缺血,可以导致颈后部出汗,并且还会伴随有头部的异常疼痛,以脑后跟的疼痛表现最为明显。 另外,还有一些部位也会随之发生疼痛,比如太阳穴,头顶部等,如果这些部位结合在一起,不难发现可能是中风来了,所以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。 3. 嘴角出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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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男性而言,由于嘴角有胡须,所以在运动的时候,这个部位有大量的出汗算是正常的表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,如果不分男女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了这个部位的排汗,并且是细汗,同时伴随有头部、耳后跟等部位出汗。 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了,很可能是脑部的血管健康出问题了,通常是血管被毒或者出血所致,导致了头部血液供应不足。 又发了出汗,接下来可能就是头痛、头晕等症状。 总的来说,这都是中风前的指账,需要引起重视,尽早做好排查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